掌者收股息 今天是7月8日 塵埃落定 大部分的收息 中資收息股都已經除淨了 接下來的下半個月 就是收錢的季節 很多公司都紛紛派息 7月是一個旺季 大家一起投資收息股 例如投資中資銀行股 在上半年或12個月之內 都跑贏了恆生指數 跑贏了騰訊 跑贏了阿里 跑贏了港交所 有個朋友問我 為什麼有些股 除淨了之後會跌得深一點 有些股就會跌得少一點 我不知道全部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一個叫沽空比率 舉例建設銀行 在正區除淨的很短的時間 剛剛是除淨那天的28、29日 它的沽空比率是去到20% 反而中國銀行 還未出現一個沽空 在除淨前一天 什麼叫沽空呢 有100元的交易額 其中有20元 應該這樣說 有一百股在賣賣 其中有夜股是借回來賣的 這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因素 就是一個導致一隻股 除淨之後的跌幅 較大的其中一個 我認為是相當重要 和看得到的因素 弱點就是 它要遲一天才能給你 不是說即時可以得到數字 你要在手機APP上 這個叫騰訊自選股的APP 這個叫騰訊自選股APP 很適合我看 因為這些字都挺大隻 挺好看 借回來的股 它終歸要平倉 它就要借回來賣了 拿回一些錢 然後到它認為有肉食 它就會買回一些股 還回一些股給券商 它要付成本的 它要付錢的 要付手續費 要付利息 借什麼都要付利息 借股都要付利息 最近的數字就是 股空比率已經跌回單位數字 反而中國銀行這個股票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一個股空比率較高 是較早一段時間 就出現過一個股空比率較高 我相信 因為炒除淨賺食 很多人懂得這些事情 很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可能我們的對手 已經是一個 有角路人馬都在 有些人提早做一下 有些人不做 難賺食 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 反而浙江護航勇 以及深高速 今次的炒除證 都是很完美的曲線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 購買貨的局面 如果你有錢剩下的股 想補回哪一隻 為什麼我賣出中國銀行 它不跌 那怎麼買回來 不要緊的 所有統計學分析過 這些中資銀行股 中資銀行股 包括哪幾隻呢 兩個多的 就是農行 三個多的就是中行 四個多就是工行 五個多的就是建行 這幾隻股 無論它在 排息額 年度的走勢 PE 市政率 所有 用數據發掘的方式 去分析它 是一個整體來的 換句話 就是一個 entity 就是一個實體來的 你買哪一隻都影響不到你的收益很多 即是沒有顯著差別 統計上的術語 就叫做 無顯著差別 即是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這個意思 那時候 你買了中國銀行 你說它跌得不夠 那你就看看 那四隻 看看建行跌得多不多 就不是現在 遲一點 在三月之前 一個月或者兩個月 你再看看 這些情況 看哪一隻跌得多 你就買 那個利潤 結果 是差不多的 所以 投資中資銀行股 就不是說 逐隻逐隻看的 曾經有些 投資界的人 就說 買中資銀行股 不用買這麼多隻 你隨便買一隻就可以了 都是這樣 這些學說 都在市場上 都流傳了很久 所以 這一張sign 就告訴大家 沽空比率 對隨淨之後的跌幅 是有影響的 有影響的 好了 有一隻股 我之前有條影片 說 我覺得它 隨淨之後 好像跌得深了 那時候 那時候 隨淨的時候 有非常之多 沽空比率 22% 沽空比率 沒多久就平倉 又再沽一下 現在去到一個位 單位數字 很少人沽空 所以這一兩天 這隻股 就開始 有些 轉勢 開始向上 這不是一個 基本因素的表現 這是一個 常態化 英文叫做 normalization 之前是被沽空 沽空多了 現在正常化 去到一個 你在期待的位置 鋪排下一次 宣佈中期業績 這隻股 我想繼續持有 我在4.16%的時候 都買了 之前有條片說 免得 免得 不想浪費工夫 這隻股 再說一次 它有 電話 有股網 有上網 還有娛樂 事業 正在做 我猜 它來年的派適 都是維持 一個相當 相當相當 本年度的數字 所以我值得 在這個位 既然沒有太多人 沒有太多人 沒有太多人 沽空 我相信現在的股價 會上升 一點點 但是當然 最理想的時候 你當然是在這些位置 不買 忍受一寂寞 人家在賣 你就買 這樣 你的利潤 就會好些 另外一隻叫 跌得多過頭 升上去 但是這隻股 成交量很少 沒有人去沽空 做不到生意 零度 零度 零度沽空比率 但是這些就是 靠多年的觀察 和心得 跌完之後 它派適率是這樣 跌完之後 它還跌下 我覺得 過龍 我之前有段影片 關於灣區發展 胡英雙先生 以前的合和公路基建 這一輪 開始正常化 常態化 我最低位 買不到 我買了2.43 加了倉 加了4萬股倉 我打算是收息 它現在開始 一個常態化的過程當中 低價買到股 當然好些 它起碼的知識率也高一點 利息率也高一點 高一點 自己安慰自己 足足一個低價入股 除了沽空比率之外 還要多年對這隻股的觀察 對隨正這個現象的認識 我覺得這隻股是跌過龍 跌過龍 跌過龍除了沽空之外 還有一個心理因素 譬如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 跌了這麼多 都不知道什麼事 心理上 其實它都沒有什麼事 它是不需要錢用 什麼都不用 它是心理上覺得 不如跟隨大隊 拿錢好一點 這叫做心理因素 所以每一次跌幅都有過龍 其中一個過龍的原因 就是股空 第二個過龍的原因 就是心理 這隻股我猜是有點心理 但是成交量都是小 所以我都拿著它 不搞它 我交了倉 那時候是5月31日 那時候都整個月之前 我有條片講這件事 講說灣區發展跌過龍 可以買 另外有兩隻 就是長期高沽空比率的 近期 一隻叫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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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沽空 就是有人在這裡 借些股票回來 沽它 另外一隻就是中電 這兩隻有同樣特點 就是一致看淡 然後沽空比率高 大準觀是這樣 中華煤氣 企穩 前兩天跌五百多點的時候 它企穩在八點四 現在是在做八點四九 八點四九 差不多去八角半 就是我這隻股 我是下半年度的確訊 買入名單 這隻股 那我是八點二幾 又有八點三幾 又有八點五幾 嚴格說起來 我在這一段時間買的股 已經達了標 已經收購一期中期息 中期息通常派0.12 跟著美期息派0.23 現在當它不送股 它照派回 我已經達標 已經有四厘米以上的收益 另外一隻中電控股 也是一次看淡 一次看淡 但是前六天這麼波動 它都企穩在六十五以上 它現在是六十五點九 我都 我六十六點五買入 我覺得那個價格 離開這個都不遠 這個位置 拿來收息都是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眾人看淡 大部分人看淡 你當一隻股是跌的時候 很多人都可以拿十個理由出來 說它怎麼壞 那當然 因為它不壞 就不會跌 但是如果這些因素 公司有精錯的能力 懂得改正 懂得更正 又繼續可以營運下去 繼續有色派 這些位置 就是給你買貨的時機 如果你現在不買 將來它的生意好 你又可以說十個原因 說它怎麼好 但是那時候的價錢 價錢已經是貴了 你又會想 這麼貴好不好買呢 你永遠都沒有一個 你覺得很合理的價格 主要我就看 是不是眾人看淡 沽空多不多 如果是沽空多 多人看淡 估計一下它未來的派息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 不利的因素 我看又未必 所以我就 買了中電 主要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裏 可以休息一下 操作的時間 最繁忙的時間都過了 現在開始想想 如果有突遷的時候 買些什麼 煤氣 中電 八號仔 這些都是我採購的對象 多謝各位 今天講到這裏